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警方接连到场一边指挥交通 一边固定车身把事故车脱离现场 清晨七点多 因为刚接手两个月不熟悉车况 想不到车子突然暴冲 这一转连转一辆轿车跟四辆机车 轿车几乎半毁 无辜遭到波及时 再毫倒霉 锅贴店天花板破损也无法营业 虽然无人因此受伤 但五车受损再加上业者的营业损失 冠江车驾驶这个年恐怕不好过 三十新闻丁伟杰孟国华许志诚 新北报导